哈喽,小红薯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珊珊 今天北京的天气非常非常好 然后我又很难得可以在家里享受一个下午茶 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喝没有味道的水 所以我会喝各式各样的茶 然后最近非常迷恋这个茶 这个茶呢,是日本的,它是梅红茶 这个茶非常的特别,因为它是草莓味道的 然后泡出来是这样的 草莓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然后今天早上呢,我去体检 医院送了我一块芝士蛋糕 一开始我是拒绝的 但它告诉我这是一块无糖的蛋糕 好了,我要开始享受我的下午茶 哈喽,小红薯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山 最近呢,我在成都拍戏 现在成都的天气非常的热 太阳也很足 所以我现在每天就要做好防晒 最近我在用的一款防晒霜呢 是这个,你看外型包装是不是很好看 像一个小包包一样 外出鞋带就会非常的方便 而且它的防晒指数非常高 是SPF50的 它不仅防晒,而且还可以美白 提亮肤色 每次在化妆之前也可以当隔离用 而且它非常的清爽 不油腻,也吸收的非常的快 好了,我给大家试一下 你看这个,非常容易推开 也非常容易吸收 味道也非常的清淡 然后推荐给大家这个 这个防晒霜韩国VN薄金包防晒 哈喽,小红薯的宝宝们,大家好 我是深山 我现在在去机场的路上 要回组拍戏 然后给大家在路上介绍一下我的机场搭配 然后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这个墨镜 这个墨镜呢,是我最近非常喜欢的 我也戴了很多次,是Seline的 然后呢,今天穿了一个这样的粗磅针的大毛衣 还有牛仔裤 还有一个这个Hogan的鞋 然后还有我新买的一个包包 非常喜欢的这种水桶包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今天用的一个纯色 然后是这个MAC的这个颜色 是不是很好看?我特别喜欢这个颜色 它是有一点点 说不上来,好像有点紫红的感觉吧 然后 好了,我现在要去赶飞机了 下次再见,拜拜 小红薯们你们好,我是珊珊 我前段时间参加了斯巴达 数不清做了多少个包笔跳了 反正最近我的那个大腿啊 特别特别的痛,痛了好几天 下楼都很痛 所以我刚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这几天放松肌肉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会用到一个这样的筋膜枪 然后这是一档二档 我平时都用二档 然后在大腿外侧这个肌肉会很痛 所以就会去用这个按摩它 让你的肌肉放松 然后还有小腿肚子这个肌肉可以放松 所以我这两天就在一直在家里 就这样按摩腿部肌肉 好了 今天的分享结束了 再见